大哥一套房就换了一茶壶 声称价值几百万 专家却不认可知言 不值钱 结果大哥一句话就让专家改口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来健保的是陈大哥 因为最近想出门散心 所以就准备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茶壶卖掉 这时主持人好奇地问道 那这茶壶你当时是怎么得来的呢 陈大哥回答道 这茶壶是他三十多年前 花了三万多块钱在朋友那买来的 在当时也就是一套房子的价钱 这话一出场上 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三十年前的万元户都是非常少的 在当时陈大哥就毫不犹豫 花三万买下茶壶 看来是非常喜欢这把壶了 这让厂商众人都感到非常好奇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茶壶呢 主持人也是非常好奇地问道 那能不能先让我们见识一下 陈大哥非常大方地同意了 只见这茶壶整体呈半月形 茶壶表面也翻着金属的光泽 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奇怪的茶壶 这到底是什么茶壶呢 接着主持人问道 那这件茶壶在你心里的价值的是多少呢 陈大哥直接说道 至少一百六十万 这价钱直接就让厂商众人都惊讶不已 这茶壶看着怪模怪样的 竟然这么值钱吗 更何况专家都还没有辨别真伪呢 陈大哥对自己的茶壶也太自信了吧 那么这件茶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 他又值不值那一百六十万呢 主持人连忙请陈大哥将东西交给专家 专家接过东西看了一眼就随口说道 他和普通茶壶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紫砂壶外面包了一层锡 这种壶就叫做锡包壶 但是这种壶在市场上却是不怎么值钱的 一百六十万价格是不可能有人买的 陈大哥听了这话也不恼 而是反问道 那你可知这把壶他出自哪里 你还是先好好看清楚了再说吧 这话让厂商众人都纷纷猜测起来 难道这是顾景周大师 或者是石大斌大师的作品吗 但是这看着也不像呀 这两位大师做的都是紫砂壶呀 那么这茶壶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呢 专家此时就对着茶壶仔细观察起来 随后说道 锡包壶在清代中晚期 确实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当中 非常流行和时尚的隐差用具 大家看这把壶他的壶把概念壶嘴 都是用白玉来进行镶线装饰的 他一面刻了一个寥寥级别的古人范州江上 另一面他刻了上花月明 底下有落款 道光人臣任九月上学五日 云摘铁笔 我们打开他的那堂 可以清楚地看到 里面就是紫砂材质 而且他里面紫砂的那中央 还有杨鹏年制的四字传书款 说到杨鹏年就不禁会想到江苏宜星 因为杨鹏年是当时一星做紫砂壶 最有名望的一位大师 这个杨鹏年他除了紫砂壶做的好外 在当时他还和其他的一些文人雅士合作 比如说像朱石梅等等 做了很多的细胞壶 还与清代书画家传客家陈红兽合作 设计了18种经典紫砂壶款式 因陈红兽大师号受生 估名漫生十八世或漫生壶 这把壶塌成扁圆形 做成了像一轮弯跃的造型 这个造型就是漫生十八世当中 鼎鼎有名的其中的一款 叫做雀跃壶 所以可以断定 三香洗细胞壶的真品 这结果让陈大哥感到非常高兴 现场观众也是为陈大哥高兴鼓掌 没想到这样不起眼的茶壶 竟然真是出自名家之手 那这茶壶的价格 肯定就会水涨船高了呀 此时专家也是连连称赞陈大哥有眼光 并表示道 整把壶壶形作得非常精巧 线条也很流畅 而且整体的这种包浆和皮壳 都非常的熟旧 壶上课的低款是在道光12年 那个时期正好是杨鹏年艺术 创作最高峰的时期 这话让大家都很兴奋 连专家都忍不住夸赞的东西 那价值一定是非常高了 那么专家究竟会估价多少呢 这把壶的价值到底能不能达到 陈大哥预估的160万呢 大家都是期待的看着台上 不料专家确实给出了5万的估价 这让场上众人都疑惑不已 这专家也是很有意思呀 刚才还一个劲的夸赞这茶壶很不错 转眼就给出了这么低的价格 这是玩的哪一出呢 还不等陈大哥询问 旁边一位观察员就提出了疑问 这个杨鹏年应该是青中期屈指可数的智乎大师 为什么他制作的细胞壶价格却如此之低呢 更何况这把壶还是名家与名家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把壶的价值是被低估了 这时专家解释道 陈先生当时入手这把壶 肯定是看中了杨鹏年的名头 这种想法是没有错的 如果这是一把紫砂壶 那价格达到160万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种细胞的紫砂壶 在中国市场上 它的价格几十年来都是不温不火的 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低的价格上 这主要还在于人们对这类壶 那种艺术审美的认知上 不是很能欣赏的来 为什么最后细胞壶在晚清以后 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呢 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复杂价钱昂贵 所以市场上才普及不起来 但是我觉得细胞壶它真正的历史价值 假以时日一定会达到陈先生写的这个价格的 在座的各位你们认可专家说的吗